6月15号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例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高晓俊说 6月14号 北京全市已进行核酸检测76,499人 结果阳性59份 6月14日 按照应检净检 院检净检的原则 全市核酸检测机构共检测76,499人 结果阳性59份 其中地毯医院已在院的病例27份 新增确诊病例21份 有待诊断的阳性检测11份 高晓俊介绍 丰台区已完成新发地市场内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6075人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丰台区已完成新发地市场内人员采样8500、8950人 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6075人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检测完成率为67.9% 截止6月14日20日 新发地市场周边11个小区人员 硬检39,491人 实际采样已完成41,510人 检测6,284人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4天内出入新发地市场内的人员累计完成采样29,386人 完成检测12,973人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玉泉东商品交易市场人员先后发现多例与新发地关联的新冠肺炎病例 对此 海淀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李俊杰表示 已立即展开病例流调溯源 人员排查等工作 一是暂时关停市场 对相关人员实行全覆盖核酸检测 二是对密切接触者落实隔离措施 三是加强市场周边社区防控 六月十五日零时起 启动对市场周边十个社区封闭管理和人员居家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 四是加强市场周边中小学防控 市场周边小学及中学非毕业年级停课 居家线上教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俊杰